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Elaine 我是一个生活史上类的业余博主 我现在是在美国的旧金山湾区 是一名工程师 那么我业余的时间呢,非常爱做很多的功课 所以我希望能够在这个频道 能够把我做的所有功课和保留的分享给你们 希望和你们一起越来越精致,越来越快乐 那我之前跟你们分享过一期淘宝开箱 里面主要分享的是我买了一些 厨房还有家居好物 那一期呢,也真的是我购买大部分的商品 但实际上我后来陆陆续续的 又买了一些东西 然后再加上他们转运公司的一些限制 所以他们把后来到货的一些东西 都放在了后两期给我转运了 那最近呢,我也收到了这个包裹 所以我今天就想来给你们继续开箱 然后继续分享一下 今天的重点主要是在服饰类 那也有我年底的时候在这里购买的一些单品 那么所以今天总结来说 就是一个小型的开箱 加上购物分享的视频吧 去年的时候我非常爱看Nini的视频 也在她视频里学到了很多 比如关于这个衣橱地基 还有就是她推荐的一些时尚单品 那我觉得里面最让我长草的 就是Mango的靴子 所以我今天也想给你们review一下 我去年买的两双Mango的靴子 周末来给大家拆箱一个Mango的两双靴子 我是趁之前双11买的 之前双11它是满两百刀就是六折 我觉得还挺划算的 所以所有正价都是六折 我就买了两双靴子 我先给你们看一下小的这双吧 这双靴子呢是纯牛皮的 然后这双靴子它底是厚底 你可以看到非常厚底 它全部是纯牛皮的 然后这边是做这种就是松紧的设计 所以还是比较好穿的 然后它这个高度呢 我觉得大概有五厘米吧 然后这个长度 我觉得就是到那个 刚好是到小脚的那个地方 样式很简单 但是我觉得它搭配性还非常的高 因为它毕竟是属于那种偏休闲 但是又不是那种很中性风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你搭配这种 裙子啊裤子啊 应该都还挺好看的 然后他们家因为这个是全牛皮 所以摸起来很舒服 然后价格又非常的好 因为毕竟是Mango嘛 所以它原价只要一百 一百六还是一百四 然后还打六折 所以打完折之后只要九十块钱 很划算很划算 然后这个鞋底呢 虽然看起来很厚 但是不是很重 就我觉得在这种厚底鞋来说 已经非常非常的合适了 然后再看一下第二双 第二双这双靴子是之前 那个妮妮博主推荐的 这双靴子呢 好处就是它设计感很强 它是这种军靴 然后这个军靴 它前面是这种绑带的设计 但是呢 它就是不需要你系绑带 因为我这个人非常讨厌绑带 但是它就是相对于是这种 这个侧拉链 就是你侧拉链穿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 穿上去应该是相对容易的 这个靴子的底也是挺厚的 但是跟这个相比呢 就是矮一点吧 你可以看得出来 但是它增高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如果你想非常 就是增高很多的话 可能这双合适 但如果你觉得就是增高一点 就OK 我觉得这双应该是更加舒服一点 因为它毕竟底没有那么厚 所以它其实下面没有那么重 这双你看它的设计 包括它的那个样式 可能就比较中性风一点 所以我觉得可能搭配 多样性来说 可能就没有那一双好 但是皮质都非常好 都是100%的纯牛皮 给大家看一下这一双的上角图 这双还是蛮软 因为它是全皮嘛 就是全牛皮皮面 然后这边是因为是那种 就是可以伸缩的 所以穿进去还是挺容易的 然后呢 我今天配的裤子不太好 就一个运动裤 但是我穿进去试试看 有没有很舒服 我觉得还是挺显瘦的 然后再看一下这一双军靴 这双军靴是Mini推荐的 就这个Mini当时就说 这是它今年最喜欢的一双军靴 虽然是绑带的设计 但实际上就是假的 就是装饰 它的那个 其实是从这个侧边 然后绑上去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方面来说 比前一双还是好穿一点 然后另外一个不好 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这个地方 就如果你脚瘦 可能小腿肚比较瘦还OK 像我这种可能就很难拉上去 就会觉得就是在这里 还是会有一点点别扭的感觉 整个鞋的版型也还蛮显瘦 然后蛮秀气的 其实属于军靴里面 看上去就不是那么中性风的 就还是可以搭配 比如说长裙啊什么的 就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就看你们自己的喜好了 我个人其实觉得 这两双都可以入 就看你们平时搭配需求 但我觉得就是这双 就好穿一些 就是穿脱会容易 然后它呢 可能就是对你的搭配呢 可能比刚才那双 还是要稍微更加局限一点 不好意思 刚才可能背景声 有一点杂乱 有我们家狗狗的一些 音音叫的声音 我再给你们对比一下 这个两双靴子吧 你们看一下 就是这个底 首先这个底就非常非常的不一样 右边这双 就稍微矮一点的这双呢 它的底非常的厚 它属于厚底的 它有点像那个BV的那个铜款 所以呢 它主要主打的就是这种 更加增高 然后包括它修饰线条 是靠这个鞋底的厚度 当然它的就是重量也会重一些 然后左边这双呢 它就是军靴的样式 所以它呢 就看起来非常的干脸 然后它的增高效果 其实是通过这个 整个的这个鞋型 所以你看它鞋型 它是属于高挑的 也就是说 没有觉得很重 但是它增高效果还挺好的 然后对比左右呢 我觉得左边就比较适合那种 稍微中性一点的装扮 然后右边呢 它就比较适合那种 就稍微有一点点休闲 但是又没有那么女性化的 可能右边它的穿搭场合 会比左边的要更加多一些 因为毕竟它是比较偏休闲 没有那么中性化 但是不好的地方 就是这个鞋它挺重的 就我现在掂量起来看 我觉得右边比左边要重很多 然后走路的话呢 可能走时间长了 这个会累一些 但是就取决于你不同搭配吧 我觉得 就是因为毕竟两双价格 都非常非常的好 因为它是额外六折嘛 所以它这个打完折之后才90 然后这个打完折之后120 然后再加水 所以总体上来说都不错 但是呢我还是想提醒一点 就是这个鞋 它看起来鞋会软一点 就是这个皮面 所以它的这边就很容易有折皱 你们看这是新的 就没怎么穿 但是它还是有折皱 但是好处就是 它是比较硬挺的皮 所以从前面看 你是看不出来有什么折皱 当然我是没有穿过 但是这边就很明显了 就是挺明显的折皱 然后你们看一下它这个底 就是还是蛮硬挺的坚实的 我觉得应该就是走 那种稍微难走的路 也不成问题 好Mango的靴子介绍完毕 那么我们接下来 就继续来我们的淘宝开箱吧 淘宝海运 其实我还想说一下 就是之前我给你们分享 基本上所有的东西都是普货 就是普通货品 那么如果你想购买食物 或者是护肤品化妆品 又或者是这个商品里面 带有锂离子电池 那么这种货品呢 通常都是敏感货品 普通货品 我这个找的团购 大概是17人民币每公斤的 敏感货品 就是31块钱人民币每公斤 所以我觉得你们在 购买东西转运的同时 也要想清楚 就是这个东西的重量 乘以它的这个单价 你会不会觉得划算 当然了 如果你就是非常想要的那个东西 其实价格都不是唯一考虑因素了 好 今天就想给你们先分享一下 我买的两个服装类的店铺 那第一个店铺 也是我之前强烈给你们推荐 也告诉过你们 是我近年来买的最多的一个店铺 他们家店铺就比较偏OL风格 然后设计都比较简单干练 但是它非常非常适合上班来穿 这家店铺 我想你们应该猜到 叫做未央定制 那么我首先买的这个 是他们家出的第一款的羊绒衫 这个羊绒衫 我觉得是秋冬必备吧 因为我觉得就是秋冬的时候 你一定要穿保暖一点 又轻薄又保暖 那就是羊绒了 那我觉得羊绒也有很多博主 就会去推荐各种各样 不同品牌羊绒衫 可是我觉得羊绒衫 这个东西就是真的是 你要自己去摸了 自己去穿了 你才会觉得 到底适不适合自己 因为不同品质的羊绒 其实差别非常大 这就是为什么 你可能看到 很好品牌羊绒衫 可能要好几百 甚至几千美金 但是如果就是 普通的像淘宝买的 可能就几百人民币 或者这边的 优衣库 Everlane 就很便宜那种 那是因为羊绒的品质 是有不同的 因为我对他们家质量 非常放心 所以我想他们家 第一款羊绒衫 应该是有质量保证的 这款羊绒衫 可以说是非常轻薄的 它一共只有150克 你看一下 它是圆领设计 它的这个小圆领设计 然后它的颜色呢 它是有白色 黑色和这个雾霾蓝 我选的就是这个雾霾蓝 因为我觉得 雾霾蓝非常非常特别 我还蛮少见到这种 就是很饱和度 比较好看的雾霾蓝颜色 他们家这个羊绒衫 就很简单 这种纯色的搭配 但它的织法上会有不同 它的织法是螺纹编织 然后再加上这个 轻薄的羊绒纱线 所以它整个材质呢 就非常的柔软 非常的舒服 但是我不得不说 因为它是纱线纺织的 所以它并没有 就是非常的保暖 我觉得如果是 美国这边的东部的话 这个绝对是不够的 那如果是西部 我觉得外面再套个外套 就OK了 所以我觉得就是 针对于我们这加州 西海爱人来说 买这样一件羊绒衫 在秋冬来穿 就非常非常的合适 而且他们家这个定位 也非常的低 当时原价就399 因为我是双十一 打折促销买的 所以最后算下来 只要320还是330人民币 算下来还是挺划算的 当然我没有跟优衣库 这种也是比较平价的比较过 但是我个人感觉 就是这个羊绒衫 真的是一分钱一分货 就是你能看出来 就是虽然它只要300多 但确实它就是 没有达到那种 我之前买的 很贵的那种羊绒衫 那种质感 就是羊绒衫也是一个消耗品 毕竟它也很难清洗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有需求的话 可以入手一件这样子的 比较简单基础款的羊绒衫 然后呢第二件衣服 我在他们家买的 就是一个打底衫 其实它说是打底衫 其实也是一个羊毛衫了 是一款这种高领 也可以算是半高领 反正它是可以 就是这样子把它翻下来的嘛 它们这种编织是细腻螺纹 所以也非常显瘦 然后你们可以看到 我不知道就是明不明显 我拉近一点给你 它这个毛衣中间 是有一个横线的 所以它整个设计呢 它是有一点小心思 又不是那种 就是非常非常的普通的设计 我选的颜色就是白色 因为again还是看了妮妮的视频 然后了解到这个衣橱地基 所以我觉得就是像这种 秋冬基础款 我觉得尽量选这种 颜色会比较百搭 然后就是配白灰 这种颜色会比较好 因为里面的外面的大衣 包括外面的围巾 你都可以就是选择 更加不一样的样式 或者更加出挑一些的颜色 所以我觉得这件衣服 还蛮适合做 那个秋冬的衣橱地基的 特别是就是像妮妮介绍的 就是这种高领 半高领 还有圆领 包括这个低领 其实都可以来几件这样 其实这个羊毛衫和 刚才这个羊龙相比的话 我是觉得两个都还挺舒服的 当然这个会更舒服一点 然后重量上 这个也就比这个 大概重50克吧 这个是150克 然后这个是200克左右 所以我觉得其实 就是负重感来说 我觉得都还挺好的 然后第三件 在他们家买的是一条裤子 其实我这个人 还挺少买裤子 特别是淘宝 因为我觉得裤子对我来说 像我这种离形身材 我一般都要试 但这个裤子 我真的是一眼爱上了 因为它这裤子的设计 非常的别致 它是100%绵羊毛 中缝开叉的针织裤 它当时限时9折 又参加了双十一折扣 所以最后只要230人民币 我觉得价格也很划算 我选择的是这个 就是你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驼色 这个驼色非常的非常的阳气 然后这条裤腿裤的剪裁 非常的好看 它虽然是宽松直筒的裤型 但是它一点都不显跨 比一般的针织裤 要显瘦非常多 因为它是100%绵羊毛 所以它保暖性非常的好 质感很柔软很细腻 就是我摸上去 我觉得完全不亚于 就刚才的这个羊绒衫的感觉 然后呢 它上身也非常非常的轻薄 最关键最关键的一点 就是它超级线腿长 我觉得谁穿这条裤子 就是谁是一米半 那我觉得这条裤子 在就是现在这个特殊的时候 在家里穿也非常的合适 因为它毕竟非常贴身 非常的舒服 所以我觉得就是 不管是你作为家居库 还是你以后出去上班 我觉得都是一条必备的单品 那这个裤子 我觉得我买了之后 穿了之后 还确实挺好看的 它这个设计 还有一个很小心思的地方 就是它下摆是开叉的 所以就是对这种 可能你觉得 你的小腿黑脱的话 这种若隐若现的感觉 会让你的小腿 看起来更加的细 就是这种 有一点点带喇叭 但是它又是 开叉这种设计 就总体来说 这个裤子的设计 会非常非常的走心 是我之前 从来没有看到过的设计 所以我这条裤子 还是非常推荐的 当然这条裤子 有一点不好 就是我觉得 它因为太贴身了 所以说它是有一点点 写那个类裤的轮廓的 就是建议你们 还是要穿这种 无痕的类裤 接下来这个店铺呢 是我最新才发现的 之前也没有看到 人推荐过 只是我逛淘宝的时候 就是无意中看到这家店铺 我身上穿的这两件 就是他们家的单品 他们家店铺叫做 笑时光女孩 这个店铺就是 粉丝非常的多 然后卖货非常的多 然后他们家的review 也还不错 就是接近于4.8吧 这是我觉得 我可以接受的 反正是最低的评价的level了 但是我看他们 就是每一样 就是排在前面的单品 好评度还是非常的高的 最关键的就是 他们家的货品 超级超级超级便宜 我觉得是那种 就是仓储百货式的价格 但是他们的样式呢 又是比较偏小清新啊 还有日韩 还有比较偏那个 衣橱地基的这种基础款 所以我在受了 这个泥泥的影响之后 我就买了一些 他们家的这种单品 我在他们家买了4件 然后加了这个 双11的折扣之后 也只要160人民币 所以你可想而知 他们家每一件单品 都非常非常的便宜 另外要注意的是 他们家因为是 量饭式的这种 所以他们家基本上 货品都是军码 所以如果你对这个 尺码有非常严格的要求 我觉得这家 可能不是特别适合 但是我觉得 他们有很多单品 都是比较宽松款式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 军码也OK 就是基本上适合 从加小到M到L 都可以穿 我觉得 那我身上这两件 也是他们家的 首先这个奶油紫色的 这个毛衣背心 我就非常非常喜欢 当时我是一眼看中的 因为去年我买了一件 这个Zara的 那个千鸟格的背心 当时就发现超级百搭 我真的是打开新世界 因为我原来是觉得 这种背心这种产物 就是好像没有那么实用 因为毕竟它不是很保暖 但是呢 后来就发现完全不是 就是只要是颜色 比较搭配的类搭 其实穿那个千鸟格 你就会觉得非常不一般 然后我就发现 这种毛衣背心 真的还挺实用的 所以我后来就来寻找 比较好看的毛衣背心 那他们家呢 就是有几款 然后这款是卖的最好的 这款毛衣背心里面 看到它的领子 会比较的下 然后呢 它整体版型是比较宽松的 就那种韩版的样式 颜色选择也还挺多的 大概都是奶油色系 他们家放在手涂的是 这个奶油蓝 然后还有这个奶油籽 我记得好像还有粉色 可能记得不太清楚 但是我个人 因为非常喜欢紫色 所以我就买了这个奶油籽 因为我觉得这个紫色 真的非常质有 让我完全没有办法抵抗 然后里面这个就是一个 针织的打底衫 因为我觉得这种打底衫 也是非常的必要 因为我之前跟你分享的 买的是高岭的羊毛衫 所以它是适合秋冬的 那这个就比较适合 早秋或者是春天的时候 因为它这个是属于半高岭 所以穿起来不会很闷热 然后呢 它也非常的舒服 非常的轻敷 所以我觉得这种 衣橱地基的东西 你可以买这种颜色 比较简单 然后又可以搭配性 很强的单品 那我觉得这一套 搭在一起就还蛮合适的 然后呢 我在他们家还买了 另外两件 这一件是 这个基础款 也是基础款 这个是属于这种 圆领的T恤 这种圆领的T恤 它是这种模糙的面料 所以它也非常的舒服 然后里面呢 反正里面和外面 都是挺舒服的 这种纯面的材质 这种基础款打底衫 也是要多来几件的 因为这个里面 针织衫 它是属于那种比较紧身的 然后这个打底衫呢 它就是比较宽松一点 所以比较适合这种 天休闲一类打扮 比如说你要出去hiking啊 或者是就不想穿得很紧身那种 你可以穿这种很休闲 然后很宽松的版型的 这种基础款的打底衫 OK 我还是选的白色 我发现我这次真的是 受到您的影响 我选了好几件这种白色的单品 不过我觉得白色 反正也很百搭 就是你基本上 来几件也无所谓了 然后在他们家买的 第四件单品 就是一个裤子 这个裤子呢 其实说实话 是我当时去他们家店铺 逛到了第一件 也是我最想买的一件 就是这个针织裤吧 但这个针织裤 我觉得颜色非常非常好看 它属于这种Tiffany蓝 就是属于那种 我觉得看上去一眼 就让人眼前一亮的这种颜色 它其实上身 我觉得搭配这种纯色 就会非常的好看 比如说白色 其实我觉得白色 加这个Tiffany绿 就非常非常好看 就是属于这种小清新 但是又觉得非常春天的感觉 他们家这个裤子 是他们销量最好的之一 反正我当时买的时候 是销量套 就是同款 当然还有黑色和白色 但是我个人觉得 这个颜色会更加别致 和特别一些 就非常推荐给这种 皮肤比较白 或者是你想尝试一下 其他比较初挑颜色的裤子 然后我试穿了一下 我觉得这个裤子 就是上身版型 比较宽松 不是说的那么显瘦 但是会比较舒服一些 当然如果你是大长腿 你整体身材比例很好 那当然也可以 就是显出来 你腿很长 但是我觉得就是 是没有我买的前一条的 这个鸵色的那个羊毛裤 那一条会更加修饰腿型一些 这条就非常适合家居穿 我觉得就很舒服 好衣服品牌就分享完了 我这次也没有买很多的衣服 因为毕竟就是在家上班 其实对衣服的需求 也没有那么大 那么我接下来还买一些杂货 也来一起给你们分享一下 首先想要给你们说的 就是这个隐形眼镜 我之前其实做那期 双十一的购物清单的时候 有给你们分享过 我最近在找一些 比较好用的国货的美童 因为我之前就是 用比较多的美国的 还好就是一些日韩的 但是从来就没有用过 国货的一些美童 那听说现在国货的产品 都是越做越好 所以我就非常非常想要尝试一下 那我这次做了功课之后 就给你们当时推荐了 这个Moodi这个品牌 Moodi 这个也是最近这几年 非常非常火的 一个国货的美童品牌 那它的创始人呢 其实之前在强生 做了非常非常多年 所以它的经验 其实也用到了 它的这个新公司的上面 那我也首先给你们 介绍一下Moodi这个品牌吧 Moodi天猫旗舰店 在刚上线没多久 就已经销售 突破2000万人民币 单品多次排名 天猫销售第一 然后也成为了近几年增长 最为迅猛的 美童新锐品牌 它一直以来都非常重视 产品和研发方面的投入 在前期历经 12个月的尝试下 试变了市面上 百余种的隐形眼镜之后 最终决定以极高成本 坚持使用强生铜款顶尖材质 所以你们可以发现 就是这个公司 还是非常注重这个材料 还有品质的 这也是为什么 我后来决定 买他们家的美童 那我这次呢 就是买了三盒这个美童 注意一下 这个美童属于敏感或 美童就是非常轻嘛 所以我觉得转运也还OK啦 挺轻的其实 买了三盒 然后你们看一下 他们家设计 就非常非常的小清新 他们家的设计 跟其他的店铺有所不同 它这个每个盒子 都是这种正方形的 像其他的美童 他的盒子都是长方形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 首先他们在设计上 就花了很多的心思 然后他们家这个 Moodie的这个logo 我觉得看起来 非常的可爱 有一种这种 小清新的可爱红吧 买了一个蜜桃棕 月球棕 还有迷雾紫 据说这几个颜色 反正好评度 都还挺高的 每一盒大概就是 十个的包装 然后都是日抛的隐形眼镜 这样每一盒 大概是79人民币 然后最后就是 双十一打折下来 应该是68人民币左右 所以我觉得价格上来说 其实跟这边 差的不是很大 就是我现在其实是 带着这个颜色 就是叫做蜜桃棕 它里面打开呢 就是十个这种隐形眼镜 它每一个颜色 都是不同的 我刚才也看了一下 居然发现 就是就算是 一个颜色 它里面这个包装颜色 其实也是有不同的 然后里面就是 一个说明书这样 然后它整个包裹里面 还附赠了三个小样 或者是三个赠品吧 第一个就是这个 隐形眼镜的润滑液 这个润滑液 我觉得还挺实用 就如果你用的不是日抛 可能是比如说 月泡或者年泡 你就会需要这样的东西 然后还有一个 就是这个 温和的湿精纸 这个当然不一定要用 运行眼镜上 你可以用其他的 然后这个是一个 美瞳的取放器 反正就是每一个包装 我觉得都还挺用心的吧 当时看到这个 美瞳取用器的时候 我觉得 我当时第一反应是 他们怎么还给我送了一个糖 就是这个包装 还挺有意思 那我今天带的是 这个蜜桃棕 我觉得他们家颜色 会比较显色一些 就比我之前带的一些日韩 包括这边的一些品牌 它的那个美瞳 这个框的颜色 会更加的明显一些 就如果你很会画这种眼妆的话 我就会非常非常适合 就会显得 完全不一样的眼睛的感觉 那我觉得 如果你是喜欢尝试 各种各样的美瞳的话 不妨尝试一下国货 因为我觉得 现在国货真的是越做越好 那我这几次 在淘宝购物的经历来看 做完功课之后 买的每一个国货品牌 都还挺满意的 第二个杂货想分享的是 我觉得在Walk for Home之后 就非常非常必备的一个单品 那就是棉拖鞋 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跟我一样 就是觉得这边的棉拖鞋 质量倒另说 但是我觉得样式 真的是太一般了 就是完全找不到这种 我自己很喜欢的样式 不管是卡通啊 还是说比较小星星 或者比较少女啊 或者是比较special的啊 比较搞笑的啊 反正各种样都找不到 所以我就很喜欢 在淘宝买棉拖鞋 而且淘宝棉拖鞋 真的是很便宜 就几十人民币 质量超级超级好 其实我买过好多家店铺 但是我这里就推荐一家 我近几年买的比较多的 他们家其实我买拖鞋 买的还有 我大概买了 近两三年买了三四双 每一双质量都非常的好 这一双大概是一年前买的 也是双十一的时候买的 这个当时买的是一个 这种搞笑的图案 我当时就觉得 哎呀买一个这种很搞笑的 然后每天穿着也会 心情会很好 因为毕竟每次 你也是看到你的拖鞋的样子嘛 然后我选的 就是这种很高级的这种灰色 你可以看到他们家 这个底就非常的厚 我不知道你们就是 看这边的拖鞋会怎么样 然后他们家这个底就很厚 就踩上去很舒服 你知道吗 就是我个人不太喜欢全包 所以我就买了这种半包的 然后它前面 这个挺搞笑的 这个loho还特别好玩 它是一个 就是那种小钱包的样式 就是这边有一个拉链 你其实可以把它打开 然后里面 它现在是装一些东西 把它固定住 但实际上 就是里面东西可以卸出来 反正就是 我觉得 他们家拖鞋很舒服 我现在脚上穿的 也是他们家拖鞋 这一双我还是全新的 我脚上这双 还可以再继续穿 那我觉得 就是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他们家便宜又好 这双好像才38人民币左右 这个是我很久之前 给自己买的 最近呢 由于家属 去年也在家里上班嘛 所以他就会也感觉 家里很冷 然后他也想要一双 那个棉拖鞋 所以我最近就在 同一家店给他买了一双 然后这个 是男士的样子 然后这个尺码就很大 适合42 43 44的脚 然后我给他选的是这个2 我也觉得挺可爱的 反正前面样式还是一样 它就是一个 钱包的这种 小拉链的设计 然后你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尺码的对比 我选的就是37 38的 然后那个男士的 就大概42 43 这两个拖鞋都很舒服 我觉得配情侣鞋 还挺可爱的 其实我觉得就是 在家居的这种东西 买淘宝的还是挺合适的 因为毕竟他们那边 选择多 然后东西又很便宜 我在美国买的棉拖鞋来说 我觉得没有这种质量好 就算是在中国超市看到的 那个当然样式也很丑了 也没有这种很好看的 所以我还是蛮推荐 就是在淘宝买这种 家居用品的 会非常非常的划算 好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是一个比较简短比较杂乱 但是全部都是 我真心推荐给你们的单品 那希望你们能够 喜欢今天的视频 能够给我的视频 点赞评论还有留言 也能订阅我的频道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